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小将进一步分析了受访妈妈们的反馈 他们中50%的人表示自己处于中等收入人群 赢下普遍拥有一套固定资产 平时也有投资或理财的习惯 正因为自身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 妈妈们在消费时不会以价格为单一指标 而是会综合考量权衡利弊 数据显示妈妈们关心生活质量 在以产品品质 他们之中70%的人倾向于购买自然或有机产品 65%的人愿意为环保产品额外付费 62%的人选择购买高配置商品 作为维系家庭的重要环节 妈妈们常常考虑产品的质量 有无负面效用 是否健康无害等等 他们对价格不太敏感 但有很强的品牌意识 56%的受访妈妈们表示 自己会关注流行趋势 57%的人会优先选择品牌产品 并且53%的人表示 留意到广告推广后 有需要时会购买该推广品牌的产品 产品内幕 妈妈们喜欢什么 与其他女性相比 妈妈们关注清洁产品的可能性 高出25% 关注感冒药或维生素等 药品保健品的可能性 高出34% 调查发现妈妈们近期购买的小件商品 主要为果蔬 健康食品 美妆产品 止痛药 维生素补充剂 以及护肤品 大件产品类别为 香包 珠宝首饰 汽车相关 笔记本电脑 休闲服务 以及平板电脑 有趣的是 新手宝妈们购买婴儿类产品的搜索次数明显偏高 比如在上个月购买过尿布的56%的宝妈们中 25%的人事先详细调查过尿布的品牌或产品 同时因为77%的受访妈妈们表示自己承担着家庭采购的责任 因此除应用产品等常见类民外 妈妈们的消费项目相比其他女性更加多元化 营销渠道 妈妈们的社交 妈妈们每天使用社媒的时间比普通用户长13分钟 而这妈妈们的使用时长更是额外多出了39分钟 社媒平台为妈妈们提供了社交圈 能够互相讨论 分享经验 这些社群不仅活跃度高 用户粘性也很强 是品牌不可忽视的阵地 既然妈妈们活跃于社媒 那么哪些平台是他们的聚集地呢 小将了解到除WhatsApp等工具型软件外 Facebook、YouTube、Instagram、Twitter和Pinterest是最受欢迎的五大平台 其中Facebook和YouTube是两块最大的流量源 有数据证明使用Facebook和YouTube的人数 分别占到了总调查人数的88%和87% 并且这两大平台也是妈妈们互动度最高的社交平台 此外 Instagram和Pinterest等平台的增量也十分显著 在妈妈群体中 Instagram的使用率从2015年的27%已然暴涨到了现在的66% 并且年龄小于34岁的妈妈们中使用率超过了80% Instagram在年轻女性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成功攻入年轻群体的还有Pinterest 16-34岁的妈妈们对Pinterest的使用率达到了43% 25-34岁区间妈妈们的使用率达到了39% 同时Pinterest自带电商生态非常适合营销推广 Pinterest上母婴产品展示群 妈妈们在社媒平台的活跃又引起了小将的好奇 平时她们会关注什么内容呢 37%的受访妈妈表示自己会被社媒种草 也常在社媒平台上做选品比较 并且会关注产品的品牌 以Instagram为例 妈妈们会通过点赞、评论转发 以及参与品牌警号标签活动的方式 与品牌互动表达自己对品牌的认可 因此上一位妈妈与品牌方的互动 这种互动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 25-34岁的妈妈们中 有四成的人都曾评论或转发过品牌信息 同时年轻的妈妈们对社媒红人接受度也更高 她们之中有45%的人 每月会与自己关注的红人产生互动 也有不少人曾经购买过自己信任的红人所推广的产品 可见妈妈们对于新鲜事物抱有十分开放的心态 日趋常态化的社媒推广能够为她们所接受 总而言之 了解妈妈们的属性 洞悉她们的想法 跟随她们的社交足迹 才能让每天都能成为妈妈们的购物狂欢节